吃完螃蟹,随手一扔的螃蟹壳,竟然是造电池的原材料,虽然听着有些不可思议,但科学家确确实实造出来了。 去年9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胡良斌发表在《物质》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表示,近期发明了一种全新电池,是以解壳作为材料制成的高性能新机电池。 胡良斌表示,大量电池的生产和消耗增加了对环境的影响,广泛用于锂离子电池的聚饼锡和聚碳酸质隔膜,需要数百年或数千年才能降解。 而且,锂电池的生产和发电严重依赖化石燃料,虽然比直接使用燃油环保,但同样会导致不小的环境问题。 此次新发明的新机电池,不仅解决了心之精形成的问题,还比锂离子电池更容易被生物降解,也更可持续。 蟹壳是如何做成电池的?相信不少观众肯定是一头雾水,本期影片就跟随着小编的视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胡良冰1982年出生,2002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随后便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去读博。 2009-2011年期间,以博士后的身份加入斯坦福大学从事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用于能源器件的研究,目前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及材料创新中心主任。 胡良冰更多被人所熟知的是专注于木头的研究。 2018年,胡良冰和同为马里兰大学教授的李腾合作研发出强度媲美钢材的超强密度木材,成果发表在Nature后一直被称为木头大王。 一些普通的木头经过他们的实验处理后,其强度韧性分别要比天然木材高出11.5倍、10倍。 除此之外,胡良冰也非常高产,各种研发论文不断,在众多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三四百篇学术论文《妥妥的学霸》。 而超越李离子的新型储能技术,也是胡良冰教授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在此之前,他发布了多篇关注电池、电解液以及固态电池等相关的学术论文。 美国或许也发现了他的这项才能。 去年二月,胡良冰还接受到了美国能源部高达560万美元的资助。 这笔资金将用于开发纤维素电池和高伤催化剂,主要是为了制造出能够快速充电的电池。 这种电池的电解质包含基于纤维素纤维的离子导体,纤维素基离子导体由于使用天然材料,这使得固态电解质更容易加工。 这种方法可以在室温下实现高导电性、高能量密度,并以低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性能更好的电池。 如今看来,胡良冰教授显然没有辜负这笔现金资助,这不短短几个月之后,全新的电池就来了。 介绍这款新电池之前,小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新电池。 新电池是利用电解液中新离子在正负两个电极间的往复穿梭来存储和释放电能。 电解液可以是液体、弧状物或者是凝胶。 传统的可冲型的新电池主要用水作为电解液溶剂,因此不存在锂电池的可燃、易爆等问题,使用更加安全。 不过,新电池在水系电解液中存在着严重的织晶和腐蚀问题。 脂晶指充电过程中,电解质中的新离子在心腹极上发生不均匀沉淀,从而出现的树枝状金属心。 这种脂晶在电池充放电时不断长大,最终会刺穿隔膜与正极接触,从而导致电池因内部短路而失效。 而且金属心较为活泼,会与水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持续消耗金属心负极和电解液,导致电池使用寿命大幅缩短。 为了应对此类问题,许多人在改善电解质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包括使用高盐浓度的盐中水,为电解质,水电解质添加以二醇作为足水剂或有机电解质。 然而这些策略或多或少地牺牲了水电解质固有的高导电性和新金属电池的安全性。 胡良宾教授则采用了一种生物基聚合物可聚糖新凝胶电解质,可以用于高速率和长寿命新金属电池,它具有高离子传导性,机械强度和可持续性的优势,同时还能在阳极表面实现理想的平行六边形心板的沉积形态。 这种电池使用了一种凝胶电解质,由一种叫做壳聚糖的生物材料制成,何为壳聚糖? 壳聚糖是甲壳素的衍生物,甲壳素有很多来源,比如真菌的细胞壁,甲壳类动物的外骨骼等。 甲壳素在自然界的储量仅居于纤维素之后,是第二大天然高分子,每年甲壳素生物合成的量约有100亿吨,是一种可循环的再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些天然聚合物的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印度、波兰、日本、美国、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壳聚糖已经商业化生产。 胡良宾说,壳聚糖最丰富的来源是甲壳类动物的外骨骼,包括螃蟹、虾和龙虾,可以很容易地从海鲜废物中获得,你可以甚至在自己桌子上找到。 不过只有壳聚糖还不够,要制造这种凝胶电解质,要用壳聚糖与二架新离子进行配位,过压缩挤出多余的水,形成一层致密化的壳聚糖心膜。 这种壳聚糖心膜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水粘合能力,从而实现了可调的二架新离子电导律和可控的新电沉积形态。 其实早在201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就在蟹壳中发现了一种含有硫或者硅的纳米结构,能够通过电极的自由膨胀,提升锂离子电池的储能能力。 根据他们的说法,理论上,如果一般用于锂离子电池的氧化骨阴级和碳素阳级,分别被硫阴级和硅阳级代替,则设备的储能能力几乎能提高10倍。 胡良冰的研究小组发现,在蟹壳上燃烧有机物质,会成碳酸钙,去除碳酸钙最终形成的有凹陷的碳纳米纤维,就含有硫或者硅,也就是壳聚糖。 而且,这个研究小组通过实验对比,也发现了这些全新凝胶电解质的好处。 经过200次循环冲放电试验后,含有硫的电极保存了60%的电能,含硅的电极只损失了5%的电能。 这样看来,壳聚糖这种材料不但能够提高电池的储能能力,提高电池的放电量,而且还能延长使用寿命。 胡良斌在论文中表示,这种新壳聚糖电池在1000次电池循环后的能源效率达到了99.7%。 在传统锂离子电池中,电池正极材料中含镍、骨等重金属,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回收处理会造成重金属污染,而且电解液溶解在水中,也极易造成浮污染。 有咨询机构统计,2026年国内累计退役,动力电池规模或可达到约70万吨,到2030年中国的动力电池预期将为230万吨。 目前动力电池回收的两种主流方式是,梯次利用和拆解回收。 梯次利用是将容量衰减后剩余容量较高的电池降级使用,退而求其次用于储能、电信基站、对里程要求不高的低速电动车等场景。 而拆解回收则是通过放电,拆解、粉碎、提取等多个环节,提炼回收锂、骨镍等有价金属,成为制造新电池的原材料。 然而这两种回收的方法目前都存在不小的挑战,不仅法规体系不成熟,行业发展也不规范,目前锂电池回收主要是以小作坊为主,很难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眼下使用更加清洁的材料似乎才是新能源电池发展的究极方向。 作为一种充满水溶液的凝胶电解质,核聚糖新电解质是不可燃的,只有在置于火焰中时才会收缩和变软。 如果将新鲜的核聚糖新电解质埋在土壤中,两个月后,核聚糖新电解质会发霉并开始降解,五个月后它完全降解,这意味着核聚糖新电解质是可以完全生物降解的。 从天然生物材料中提取的核聚糖新电解质不仅在电池中有不错的性能,还能以自然的方式回归环境中,另外,新电池的其他成分也可以回收。 目前在电池中加入核聚糖作为电解质,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二的电池可以生物降解,接下来,该团队希望解决剩下的三分之一也能够降解。 胡良冰表示,我希望未来电池中的所有组件都是可以生物降解的,不仅是材料本身,还有生物材料的制造过程。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这项研究值得普及推广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